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反而这个地方你反而要很高兴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本周台股会反弹 尤其今天几号 8月20号 所以你不好都怕了 所以今天测标也稍微帮你修改一下 告诉你空投市场 空投市场里的多头 你中央的时机点已经来临了 你要选对股 我这个礼拜一直跟你想着说 这个地方来讲8月20号这个地方来讲 说今天开始本周会反弹 你不要怕 但最担心的是你要小心选股 因为大盘要反弹 有些不对的股票 你一定要轻轻放下 什么是对的股票 我测标上我送两档 大家很熟悉 你自己很熟悉 那档要送我一条叫往这 目前这种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 往这边去找好不好 因为这两档股票 昨天实际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大涨 讲实战话 但是它可以让你避大跌赚大涨 所以大盘实在是有点是被人家 虽然欺负得太过头了 但是事情必有什么 你想它空投一直放空 一直放空的话 如果说严格来讲 以空单来讲 它总有 它是先卖出就要回补嘛 所以它一样回补也是一种 助长的力道 了解吗 所以我敢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目前来讲 你千万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个空投市场人家 人家回补的一个力道 所以昨天早上 如果你看我节目的过程里面 我跟你重点是跟你讲 一档很重要的股票 我说你要避开大型股 我不是不知道大盘要跌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你要避开大型股 不是大盘跌 你要去补货 你补一些不会上涨的股票 我特别跟你讲 你要小心人家会利用大力光 你看3000点的大力光就跌破了 就轻轻的跌破 如果昨天早上有看我们的节目 我想你应该可以避开这个大跌 在3000块的大力光是很便宜的 但是大概空投在多打压的时候 它会利用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股票 像什么汉维科啊 这个昨天马上也是招殃 但是你从昨天的盘面的变化 你发了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大盘本身 昨天还是收回去8000点以上 但它收不收在8000点以上不重要 重要是大盘曾经跌破了8000点 对不对 好 它跌破8000点又怎么样 实在在一个跌的过程里面 你才看得出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你不要怕大跌 实在投资朋友你不要怕你 千万一定要改变这种操作性 因为我们叫做潜跌性市场 常常也有会跌的时候 那跌完就一定会涨嘛 常常会跌久之后说投资朋友好像变得很害怕 实际上这地方反而你要去注意 什么股票相对它的价值浮现出来的 前一段时间我就跟你讲 快进快出你要做点到找 我现在跟你讲 中央的时间快到了 你要听得懂 小心选股 有些股票在这一次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跟你讲大盘真的会反弹 以严格来讲 礼拜一大盘也有稍微一个反弹嘛 我不认为8277是未来反弹的高点 但是很多股票你要轻轻的放下 很多股票你要重重的举取 好 我们首先跟大家先报告一档股票 就是说像你昨天来讲 你看看昨天在找牌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在注意短线上的操作 你要去留意什么美股跟大陆的变化 像你昨天的台面上的 汽车零组件原则来讲的话 它还是相当的强势 你看看这档 茂年它为什么会涨 它为什么会涨 因为特斯拉在美国并没有跌 所以它跟着涨了 这就是缘由了 所以你要做短线 你一定要认真一点 有些节目不必要看就不用看了 早上看看我的节目 功课做好之后 你要做动作再来找我 那你当然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要表示 常常去病急乱投医的话 说实话那我就没办法 因为投资朋友现在目前充满的是什么 说实话我也很难过 因为是眼泪 那这个跟我们国家的形态有点 我都没有办法 常跟讲说那前三排的问题 我们都没有办法 我们后段班只能 只能也是替他感到说 你要怎么走出一条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 你不要靠别人给你路走 我一直都告诉你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尊重我们国家的一个形态 那这种形态如果你要跟着别人在学一些 有的没有 那我就没有办法 实在很多人在这台湾的股市 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很好赚钱 真的非常好赚钱 只要你切记不要用那个技术线心 不要利用那个软体 因为软体跟技术线有个特性 看到什么做什么 它会叫你什么 停损停利 包括什么 股票 然后对的时间点 看对之后坐上去追高嘛 所以常常你的股票就只有停损点 从来没有停利点 所以我跟妳讲说你不能这样选 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 原则来讲 因为它落国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弱的 弱中有强 强中有弱 所以你要选出 弱中特别强势的股票 这个股票可以涨起来 让我怕死亡 并且每个人都什么 都很糟糕的 什么叫竞争力的公司 你在台湾一定要看到有国际观 你有国际观 你赚钱就非常很可观 就像上尾这档股票 就是一档非常有国际观的股票 那包括昨天早上 我也跟你讲 如果原则来讲 除了帮你避开大内光的下跌 包括你也看到 特斯拉的一个大涨是不是带动 现在那个汽车领主页 没有很漏气的啊 包括我还跟你讲过一档股票 叫做2228的一个建营 它最近来到哪里 大盘大跌破了8000点 138.5 你自己把笔记本拿出来 跟你怎么讲的是不是 只是说它没有什么 特别的大涨的条件 而原因在于哪里 因为它跟特斯拉 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性 但是毕竟这股票你 你只要小心它一个回马 像在147以上 不要去做最高的东西 哪有没有前段的道理 它138都不敢来 它都不敢来 所以说你 我到底有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到底用什么东西 为什么你的点位这么精准 我很想告诉你 但是你要把电话留下来 因为你要的是正确的买卖点 实在股市缩少 我常跟你讲说 你要买跌再来找我 你要买涨 你自己去追用 你记住一些事情去追 你也可以去买买看软体 看看 看看会不会赚钱 好 那如果你跟我这样做的话 你可以从这两档股票上回跟我往家 去做一个国际化的规划 因为国际观的规划 因为毕竟大埔已经跌到这个地方 说实在如果你没有把一些 真的有竞争那个东西 把它挑出来先挑出来 我跟你讲你往后 枉费这波行情的大跌 现在股市我常跟你讲 它就是这样一个 股市有个趋势线 是不是一个幅度 就跟人生一样 起起伏伏难免的 有高就有低 有低就有高 没什么好去去万台 哇 现在跌到哪里去 当他低点来临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上去 当人生有时候在高点的时候 他常常就不小心就跌下来 所以我跟你讲说实在这就是 所以你要经常有什么平常心 但是你要找出一条自己的路 就像昨天有人问我说 老师 那个同痕 你说60块左右的同痕面 这我们先从同痕讲起 同痕你注意看 昨天他最低哪里 我们要看东西要看内涵价值 不是看表面 57.6 好 这份资料我在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7月17号 我说大盘回到8350 当然是超跌 我也跟大家讲 不好意思 要是哈喊满 精准度差一点 但是毕竟我也提醒到大家 这个行情的确有一只手在特别的灌压 但以目前来讲 摩台子的结算之后 当然这个地方相对来讲 你也不用怕 他总是要回补嘛 不然要赚什么钱 对不对 赚就给人家赚走 下次你要记得小心 要快进快出 但是在7月27号的时候 我特别告诉你 大力官会补迭完毕的时候 那时你可留意同痕 我同样也要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你看看那天的大力 那个同痕也是大跌嘛 他还是乖乖的回到哪里 回到3000块以上 但是早上我有提醒你小心 你去比较 我要跟你讲说你要看内涵价 你比较一下同痕 同痕昨天对来的57.6 好 他有破底吗 请问一下你看表面说 哇 老师要跌破60块 像同痕来讲 他的最低点是56.6 他并没有破底 他并没有 相对大盘是破底的 代表这个股票就所谓的 他在台湾实际上 他就是一档非常有 未来你可以期待 他还是一档凤凰股 飞上支头商凤凰 那这种股票你不能等到 等到有一天不小心又大涨的时候 你还去做追高杀低的动作 因为好的股票难得有坏的时间点 它可以拉回 你要重重的把它留下来 那这个地方来讲 有些同事说 老师可是我已经买了 买到高档去一直套怎么办 你可以利用快进快出 降低你的成本 那东西来讲 当然有机会我会教你 那你一定要愿意做动作 因为毕竟这个不是说 我在那边三月男女可以跟你讲 我常常也提醒你上一次的同痕 我跟你讲 小心回马腔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是因为在股市 不是不能赚钱 是你不能报上报下 67块会有给小心一个回马腔 对不对 不小心这个 这样下来不是说 你的利润也不错 一方面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所以股票要灵活操作 每个人的位阶不同 说实在 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这个地方 一定什么做空或做多的 因为做空跟做多 我觉得没有对跟错 就像人生所有人 你说有些人做空头赚钱 就不对也不对 因为那要有本事赚钱啊 那你做多没本事赚钱 难道你就是活该嘛也不借 我们可以把稍微调整回来 调整回来就好了 一切调整回来人生都很美好 你都非常开心 因为人生天天都是机会 只怕你已经就是什么 放弃你自己 一个一旦放弃自己的人 是T也救不了的 你唯有自己救自己 那我告诉你怎么救 包括这个地方的头昂 就证明给你看 所以这边要有这种 头昂当然你要乖乖的 我会跟你证明 如果有这么 类似这种小心回马腔呢 你看我这个人说实在也满善良 我这个都不跟你讲卖点 我就跟你讲说 你小心回马腔听到懂 就是这样告诉你 不要看那技术软体 又追高的动作 你追上去准什么 准套劳的嘛 你套劳你赚什么钱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讲 你说老师那上尾 上尾昨天盘中在那边怕死亡 对不对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你也是开心的 我告诉你我们会员 昨天是8月19 我知道摩台子 那个吧 台子期的结算一定压低嘛 一定要在一定最后打压嘛 但你们昨天发现到 这种小型股 并没有特别的大跌 当然盘中不小心 被打到192块 你说上尾强不强啊 那你早上你有探紧吗 好 单单这一点 好 这一点你来找我就值得 你会打钱了 因为投资本最怕的是 看他跌的过程 他非常恐慌 因为所有的新闻 当然不能怪 所有新闻他就告诉你 他下跌的理由在哪里 没有人告诉你 他是一个机会在哪里 但是我的会员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他的机会在哪里 因为他是 我一直在这边讲说 这种股票 他连188都不来 我说他全收了 全收啦 这种股票你没有全收 你要静待什么时候 这种股票就重要时机点来临了 只是很可惜 这种股票我跟你讲 而且在前几天的时候 8月17号的时候 我有特别进行 实际上我认为 真正他的成本 这波的此波的真的一个 大户的成本需在210块 大跌大买190块到200块 我哪一个地方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种节目你没得找看 我说我对你无所求 我只希望你赚钱 好 不要让人家再欺负你了 实际上很多东西的人 所谓不要被人家欺负你的原因 是在于说 有时候你的观念不见得 为什么你赚不到钱 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些 真正就凭只要装一个新观念 因为毕竟我们台湾的社会 到底缺少什么东西 你要先去了解出来 不是 每次都对后入座 那这样当然不行 你要领先别人有个判断力 就像尚伟来讲 我说这档股票 你差是可以期待了一档凤凰 那当然你这个大跌一定要大卖 股票潜艇 像你大跌不大买一些竞争力公司 你买什么公司呢 单单昨天这个尚伟说 他就相当的 我说1 我还怕 我是写188到192嘛 你看他最近来到192 大盘是大跌破底到8千点以下 他连188都不愿意 有什么办法 那如果再回到去年那个时间点呢 9月5号的时候 现在也是8月底了 8月20号了 不要忘记去年的9月份 也是一... 这一档股票上尾 是大家高一公司 陈导师 这什么股票 化工股吗 我说对啊 化工股 化工股 那当然是化工股 但是怎么样 它的一个锋利发电是不可思议 所以你说我们背后的团队 有没有认真 现在你真的要专精在一个产业面的 结构的变化 你赚钱才会很可观 单单去年这档上尾 110块就好了 因为那时我们10月30号 大白那时很大跌 我当然没有比这次凄惨 上次来到8500点附近的时候 我说回撤115 你还要再加吗 你比较我的东西跟别的 我常常跟你讲说 我的股票就像不倒翁一样 推也推不到 大风大浪 推也推不到 代表它有竞争力嘛 你要是这种股票 推也推不到 不倒翁推不到的股票 你来找我 像这种股票 你才可以避大跌赚大涨 那当然有时候这种股票资金不足 你因为你近三退二的格局 你要赚点股票 我告诉你要什么 你要好好自己自行什么 好好地把我的股票资金带 然后我想这种股票 这种不是三言狼语跟大家讲的 因为我常常看一些软件 我常跟讲说我看不懂 因为每次我在看到它是卖点 它就说是买点 这奇怪的 我看那个地方是买点 就像昨天的那个上尾 你去看你的软件 192块是什么位置 会是买点吗 不可能的事情吗 所以我说你比较我的东西 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你跟我这样如果你觉得说可以安心下来 最少你可以免疫恐惧 因为免疫这波行情的下跌 我是有事先预告给大家的 但是毕竟投资朋友你已经很苦了 我在一直下你没有用 那别人当然不能说人家做空就不对 人家能赚钱 我们当然替他感到很高 现在给他拍拍手 因为他厉害啊 但是你的需求在哪 我常跟你讲 你的需求是不希望人家去放空你的股票 但是毕竟你的股票已经没有未来性 你要稍微转个弯 因为你习惯这个地方来讲 是要做买进的动作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时机点 已经重要的时机点来临 但是有些股票你真要轻轻放下 像这种股票 再一次机会给你回到这个地方来讲 10月份115块 5块你会不会重重的举起 你会不会好好的长报 但是说实在有一件事情 好的股票走得相当的慢 它是一面盘一面洗 一面盘一面洗 所以这种地方就是很麻烦 你要有耐心去等待它的喷出 但是好的股票 目前来讲跟大家讲很多类似像 因为上尾当然也恭喜大家 如果你昨天有的上尾的人 你这个地方低档 没有啊 有抱住你继续抱住 我认为这档股票 这一次是一档非常重要的指标果 我相信很多人电视机观众 应该有点买到比较高档一些 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怕 这个地方只要你低档 这个地方稍微做个加码 就像我们会员192块 说实在这昨天随便也不怕了 我刚206 192 对不对 10来块 不错了 怕它大跌 大跌就谁跟你讲规定一定要做空 是你的方法在哪里 你要怎么去做一个灵活的操作而已 好 接着来讲 那当然这档 包括昨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边来讲 还有什么好的股票 未来可以值得起 我想很多人想听我讲说 老师 你为什么讲往家 好 等一下回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往家我的看法 但是必须在这上半段 要结束之前 我先告诉大家 有批约功率放大去 我今天有跟大家讲 一档股票叫全新 现在这档股票你自己去比较 要比较是什么 你看它这一波来讲 已经回到37 它最低昨天是来到37.5 好 你注意一下全新 我上次跟你讲过全新 这个地方来讲 PA功率放大去的上游是全新 你不能去看坏它 所以全新既然能涨 我要跟你讲一讲 有爆发力的股票叫什么 因为全新这档股票当然是什么 可以避大跌 因为你说买到全新39块 虽然没有碳上面挤 它偶偶不小心回到个42块 对不对 不多啦 但是这档股票投资朋友你比较敢买 你没有发得到昨天 实际上还是守在39块 就如同我上次跟你讲 39块这个地方你可以抢短 也果然涨上去 所以昨天就算大盘大跌 它全新还是跌不下去 但是有一档股票叫洪杰科 也是去年我的代表作之一 会不会不小心 这个地方你要听清楚 不要自己要不要对号入座 因为它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相当的大 现在原则来讲 它的成长幅度是超越 是超越全新的 所以PA功率放大去 真正的 真正第一名的公司还是洪杰科 但是很可惜 它回不到去年的 去年8月底 我记得它是25块没人要 今年这档股票我告诉你 这两天如果再有个回马枪 你不要急 因为毕竟这档股票 你昨天说实在还在80块 以前80块没到 因为卖得像什么 我这档股票跟你讲 我邀请你 今天你想知道它什么地方 是最后的上车点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好 我要提醒你一下 到底要怎么重新跌 因为全新也证明 它就不会跌了 但是真的重点股 是在洪杰科身上 所以跟大家讲这种明白 欢迎大家 你要好好把握 空头市场的多头格局 会不小心洪杰复制一个 不小心不要说一倍两倍 30% 50%就好了 我相信你也是开心 有心理把这电话拨通 到底它哪个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欢迎你要做动的把电话拨通 那我们回过来 跟大家谈一下网家的规划 那我们就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这种清爽 被泡泡的感觉 消暑清热 爱见一人水 在家里的话 太太组比较多 我在家里就是做饭啊 然后带小孩就这样 对啊 带小孩很辛苦 为了感谢让你做一顿饭 你不该吃 等一下五个小时 我可以帮忙吗 等一下 谢谢 我不会做饭 我也不会啊 妈 我问你 冬粉要怎么吃 这真的有贴的 对啊 真的有贴的 好 这老婆平常做饭真的很喜欢 对 家的味道就是从厨房散发出来的 想要更灵活 你补钙了吗 光泉钙质强化牛乳 含注钙吸收三罐网 更多一点八倍钙 保持好骨头 让你好灵活 光泉钙质强化牛乳 光泉钙质金好康 金币手机等你抽 乡亲请见光泉网站 我们第二个单元 那接着来讲 当然很久没跟大家报告往家 有像这张股票有时候在大涨的过程 要打这矮是矮是矮是矮 是矮是矮 现在这张股票真的进来也很难得 它跌回到340块附近 你实在昨天我有跟我们会员讲 这张是我 昨天实际上如果你早上打电话进来 我们也是送你这档股票 的确 因为我昨天在8月19号的时候 告诉你说今天台子一定是杀盘的 一定杀的嘛 说实在他昨天还没有杀很凶 不过杀到7987你要听清楚 他昨天没有杀很凶 都不过杀到还回到8000 代表台股真的 已经是跌到已经相对底部 你说老师那底在哪里 说实在 这个你不要去预设他 悬谷为重点 小心悬谷 因为毕竟8月20号开始 从今天开始台股又要反弹了 最少当然这个空头的回补力道 你就不要担心嘛 因为他卖这么多 他已经要回补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跟大家讲说 开始会这个地方明天开始 就今天嘛 8月20号会开始反弹 重点股是8044的网加 但是你注意看 你去看新闻台好了 我记得昨天开盘的时候 网加相当的强 他一口气 开盘就开高 因为前天是收34 7.5 啪 大涨 新闻台又要你报告 你的软体又翻多了是不是 我就不为所动 因为我知道昨天沙盘是一定要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静待他回撤的一个好买点 不小心 很多人说老师那往家什么 因为我们早上就送人家往家 说老师那已经开这么高怎么办 我说不要急 最少等340块这个地方 附近最后的好买点 昨天他最低的要325块 我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代表这档股票 何怀甄挺你就对了 这样如果你手上有的 那你说老师我没有 那没有最少你有套牢 或是没有各方面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我们变化 我希望这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忙的 希望给你未来 希望给你希望 不是老师来吓你的 我知道说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你已经很苦了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 一定说叫你不要来入会 或怎么样 当然我希望说你要赚大钱的 希望能尊重专业的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毕竟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跟你规划是往家 我也跟你讲你可以常常 如果想做短线 你可以留意一下阿里巴巴的变化 这个地方来讲 因为往家一定跟他有关系 但是你说老师他往家 本益比这么高 40几倍 算你错了 我看往家不是看他本益比高跟低 我看他你看看这家公司 成长力道强不强 我们简单看简单好不好 他股本是8.6亿对不对 不到9亿好 你看他的成长力道 他做的生意到7月份来讲 还持续在创 创相对历史的新高营收 那做多少 18亿 那是不是他的一个三倍左右 两倍多 两倍多 代表这家公司本身 他公司每个月的营收 都可以比他股本多将近 那是很相当可观的事情 你从这地方看出什么 这家公司的成长力道一定相当的强 那为什么我不会给你选统一超商 现在统一超商是一档 非常稳定的公司 2912 也是一家好公司 但因为股本太大 一百零三亿 这种公司就算他赚得跟网加一样 差不多嘛 第二季跟第二季两个是伯仲之间 我不会给你选这种牛皮股 这是所谓投资朋友 你会买错过 就算大盘大跌 你买错过有什么用 你赚不到钱嘛 你要注意世界在改变什么 好不好 我现在跟你讲的东西 我跟你讲的东西说实在 都是一些背后很辛苦 我们的专业人员 帮你留意出来的国际观的东西 在台湾如果你没走出这个 没有国际观 你怎么在台湾赚钱呢 你在台湾一定要知道 怎么去赚国外的钱 很多人在台湾赚很多的钱 否则你怎么会赔钱呢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你要好好去留意 你到底缺少什么东西 我可以补你什么东西的不足 我只能让你点到这边 那有网加的话我当然要恭喜你 那当然这个地方来讲 最重要今天是在红杰科的身上 我跟你讲真的 红杰科大跌你要大买 那我到底要买在哪里 那这张股票为什么重新 要给你规划回来 以后有时间来跟大家 慢慢地谈下去 也欢迎大家有需要我帮忙的 尽量把电话拨通 也祝大家今天操作顺利 年鉴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 来自德国 德恩奈清净梁牙膏 取自印度原始山林 大地所蕴含的天然珍贵草本 经顶级挑衷师专利调配 长效清凉方向 有位于德国国都Dresden 百年专业牙膏大厂 以尖端科技自动生产 德恩奈清净梁牙膏 清新自然好口气 让您的笑容因为牙齿而美丽 德国原装进口 德恩奈清净梁牙膏 超越大蚊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你吃得倒不掉 输金火血 正光金丝高 有效 打勾勾 打勾勾 什么是打勾勾 打勾勾就是承诺 一定要做到哦 妈妈你看这里也有勾勾呢 因为泰山的游 有获得SQF最高等级的国际认证 有打这个勾勾 在世界很多地方 都代表安全